师生二十年部府还做了美甲 英书一眼便看出任老太爷已经失变 于是当即杀掉一只昆用碗装满了鸡血 随后用糯米取火烧符纸将其炼制 接着英书又将黑墨倒入了碗中 最后利用八卦镜制成了专刻僵尸的血墨 只要用这血墨汁弹满棺材 那就能把僵尸给困于棺中 英书告诉秋生 如果一个人生前常常生闷气 那死后这口气就会卡在喉咙里 所谓阳气风猴不腐不化 过世后不仅投不了胎子孙后代也跟着倒霉 就是死了不断气 科普完毕后英书嘱咐二人一定要将棺材弹满墨汁 然而秋生和文才这俩却不当回事选择了习惯性墨语 他们将棺膊表面弹上线后便打闹着离去 结果成功地遗漏了同样重要的棺材底 而转眼已经来到了深夜 任老太爷也如英书预料般地苏醒 接着他的大肠指甲就在棺材上摸索 好在这事提前弹好的墨汁起到了作用 不过随着任老太爷在棺中不断地扭动 没有墨汁的棺材底也在逐渐晃动难以支撑下去 任老太爷失变后先是吸了两只喜羊羊 接着就在血脉的指引下来到任府打卡 最后更是直蹦儿子的房间来了个大意灭亲 而等到英书赶来后任老爷已经断气 在看到其脖子上的伤口后 英书立马断定任老爷是被长长的指甲活活插死 阿威之所以要冤枉英书 那全都是因为自己的两个徒弟 之前秋生灯文才利用法术对阿威好一番捉梦 所以阿威现在直接公报丝绸将英书关了起来 同时他还特意把任老爷的尸体放在了牢房 并且大言不惭地表示要为表姨父报仇 殊不知他刚离开任老爷就睁开了眼睛 察觉到不对的英书立马起身查看 可他的头却好巧不巧地卡在了铁栏里面 好在这时秋生带着法器潜入了牢房 但是由于卡得太紧英书的头愣是推不进去 英书的头虽然缩了回去 但这一番动静也惊动了刚事变的人老爷 此刻被困于牢房的英书只能遥控秋生干活 但第一次与僵尸交手的秋生内心却慌得一批 秋生靠敏捷的伸手总算制服了僵尸 而听到动静的阿威也再次来到了牢房 这祸尽管已经看到死去的表姨夫长出了长指甲 但他却丝毫未察觉到危险又将任老爷抬到了床上 同时机灵的阿威已发现躲在后面的秋生 可仗着手中的众生平等气 他还招呼手下都出去守着 并且下令不管任何人叫门都不许开 甚至还贴心地将任老爷头上的扶丝了下去 你废了啊 别躲着了 出来受网的吧 小心你后面 我后面是我表姨夫啊 现在就是亲爹也晚了 事变的任老爷当即就要插死阿威 要不是秋生及时将其拖住 那这祸肯定是凶多吉少小命不保 而趁此时机下破胆的阿威立马出去摇人 可他刚刚下的命令士兵也执行得相当到位 每个人叫门我都不会开的 哎呀我是你们队的阿威啊 快开门呐